10萬有你,20萬也不是問題 歡迎收看股民當家 我是Cathy 我是Cathy歐 距離8月份只剩下一個交易日喔 所以我們今天有一個新活動 跟大家分享 幫我放大這個畫面 我們的8月份搶先報鐵份專屬 想要知道產業、籌碼 還有最佳進場時機嗎? 台股8月份走勢研判 精華都在這一份報告裡面 想要索取這一份報告的話 可以幫我填寫影片下方的表單 注意囉 表單只開到8月1號的凌晨12點 凌晨12點8月1號很重要 千萬不要錯過了 OK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小畫面 我們今天大盤收在17,292點 漲了51點 量能小增 老師我們怎麼看今天的盤勢呢? 好的 那當然今天台肥股市的盤勢 相當的精彩 是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它是呈現下跌 那我們的電子盤 它也是往下走跌 但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早上 我們盤面上的重心趨勢股 叫什麼? AI伺服器概念股 早上一開盤一樣往下殺 而且跌幅非常重 可是到尾盤的時候 大部分的AI概念股 都往上做一個翻紅動作 甚至於2301光寶科 今天還攻上掌停板鎖住 好 我要跟大家分享 昨天晚上 雖然美國股市是下跌的 可是美國股市裡面有一支非常重要的股票 是我的一直不斷持續觀察的 叫做美超微 昨天還創下歷史新高 美超微 有沒有聽過? 有 它不是超微 也不是美國的超微 它的名字叫Super Micro 它是美超微 好 美超微 跟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待會大家就知道 我還是要不斷的重申 做股票 選到對的趨勢 找到對的方向之後 底部進場 大波段操作 股票不用天天換來換去 不用一下子買A 一下換B 一下換C 一下換D 好公司 一支股票就夠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美超微 它是做伺服器相關的公司 設計跟製造 好 我們看到這個Super Micro 最高昨天來到336.64元 是創立時高 剛剛那是日線圖 這個叫做月線圖 有沒有猛 飆翻天 你看這個月線圖的走勢 還有下面的這個量能 它每天都小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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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美國股市沒有漲跌幅限制 那你看這個月線圖 多麼的兇猛 特別是最近三個月 天啊 簡直是一個匪夷所思 長到一個沒尖利的地步 像一個沖天炮一樣 好 那你看一下 來幫我放大這畫面 美超微 有沒有 它的這個董事長 叫梁健厚 他說 不管 現在市場上是NVIDIA 還是超微 AMD 誰勝出 美超微都可以從 每一筆的AI支出當中 分得一部分的利潤 好 給我小畫面 所以 為什麼他有辦法 不管誰贏 他都可以賺到錢 因為他的市占率高 因為他的純度 AI的純度是非常夠的 所以他就是直接的受惠者 好 這種感覺就很像我們 看好重壓OIN的窗戶 是 他的導軌 這個不管哪一家廠商 他要做AI server 導軌 高階的AI server 就是要採用2059窗戶的吧 所以這是我們看好他的主要原因 好 那當然你看一下美超微 美超微 你看一下上面 來幫我放到這畫面 他的歷史 從資料工作成立到現在 他的漲幅多少 3541% 好 那你覺得他漲很多 本益比很高嗎 你看中間這個地方 他的本益比 現在才30.85倍 好 給我小畫面 30倍算合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為什麼看好這個窗戶 我剛剛提過嘛 AI的這個組裝 很多有什麼廣達啦 音業達啦 神達啦 很多公司嘛對不對 對 那我們看到散熱 散熱有雙紅 有旗紅 對不對 然後還有廣運 很多家不同的散熱場 但是如果我們講到華軌 全世界只有兩家 就佔了90%的市佔率 一家就是美國的Acurite 另外一家就是台灣的窗戶 那美國的Acurite 雖然他的市佔率全球高達60% 但是在AI Server這一塊 他其實沒有gain到什麼 是幾乎高階的AI Server 滑軌的部分 全部都是由窗戶所拿下 好 結果呢 今天大盤在跌的時候 早上大盤殺下去 欸窗戶他也跌你知道嗎 最低來到880 哇我一看到880超興奮的 你知道嗎 有我有看到老師Telegram上面有寫 但是沒有Telegram是比較後面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880時間真的超短 只有一秒鐘的時間 一秒 出現一秒而已 好你看喔 大盤的低點是在9點13分 9點13分 大盤那時候還跌83點 一下子而已嘛 後面就拉起來了嘛 這是期貨指數嘛 你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 幫我放大好了 9點13分 14秒 有沒有 出現三個價位 總共三張 五張 一張 總共九張 880塊 一秒而已喔 給我小畫面 只有一秒的時間 那早上為什麼會突然這樣殺下去 因為很多人看到大盤往下跌嘛 他就覺得說 哇這股票從400塊 有沒有 之前我們在400塊跟大家分享 對 然後410420 一路這樣講上來 每天講 都已經漲到最高1060塊了 突然 它跌下來了 大盤跌下來了 1000塊 大家覺得都站不穩了 趕快賣 結果 丟出一個拔蠟架出來 880塊 當然要好好把握機會 可是市場上當時是非常恐慌的 大家是很害怕的 有沒有880塊 總共只有九張 今天全部只有九張而已 好 但是你看 時間很短嘛 我們不需要什麼 好 打訊息 告訴家屬成員說 這個解釋忙 你看打這麼多次 就需要多少時間了 好 那這個是盤前 今天只要一開盤盤前 我先告訴家屬成員說 這個美國震盪 台灣的這些AI server概念股 二線三線你不要去碰 不要理他 因為接下來要公布季報 季報出來之後 到底公司是老是害 是壞 純度是高是低 其實 8月15號就會見增長 那最近行情會震盪 我們四季的洞 開盤前 我就先預告了 好 那你看 早上的7 7月28號 9點21分 有沒有 見低點之後 我們已經研判 這個地方不會再更低了 我就請教成員 分批竟然買進 甚至於 之前我們不是有買泰帽嗎 泰帽在這個120附近 我們 有分批獲利了解 1分之1 張數多的我們賣2分之1 3分之2 好 那我們從30塊 40塊 50塊 60塊 70塊 80塊 一路買進泰帽 泰帽後來不是在這個80塊這個地方 橫盤了4個月的時間嗎 是 橫盤結束之後往上衝 衝到多少 135 好 後面我們做一個分批獲利了解的動作 只剩下一點點 今天全部 我說剩下的全部 手上如果還有的 全部把它觸光 把資金全部搬到什麼 窗戶 9點21分 9點27分 分批 分批 因為教成員人數太多 沒辦法一次全部你知道嗎 好 當然這個9點3 4分也是一樣 再次強調 92935附近 逢低進場做一個承接 把這個股票全部換過來 好 那你看今天 今天收盤937 最高多少 948 948 今天進場的投資朋友 全部都是獲利的 都是賺錢的 好 窗戶 來幫我發這畫面 你仔細看一下下面這地方 之前很多人都是跟我說 這個外資一直在賣耶 我們幹嘛買這樣的股票 可是有沒有發現 外資 中間這個叫外資 外資一路賣 問題是它是一路漲啊 有沒有 對 投信是最近才買的 那下面這個是大戶買賣超 好 你有沒有發現外資這三天開始 由賣轉買 由賣轉買 那我們是買在什麼時候 我們是買在 區間橫盤 沒有人知道的時候 對不對 來 來 仔細看一下 7月18號 這一天叫7月18號 一個殺下去下引線 拉起來 十字 收一個T字型的一個K棒 7月18號 今天那天最高871 今天殺下來最低880 剛好就跌到這個地方支撐 剛好這兩天7月18號 19號有兩天大戶進場做買進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強力的支撐 所以7月18號回撤殺下來 有沒有昨天我跟大家講說 回到十字線是買點 今天直接破了 破了之後殺下來 有沒有 因為大盤關係跌比較深 破了之後殺下來 今天又回到十字線這個位置 好給我小畫面 所以 一開始我們就跟大家分享 完整的計畫 昨天就講說回到十字線 回撤十字線是一個好機會 結果今天因為大盤關係跌多一點 可是你看一下昨天晚上美超微 它的股價是創歷史高 你就知道資金還是在 AI伺服器的相關概念個股上面 只是我們選擇要買 就要買最好的 最好的 好 那當然今天有其他股票 是蠻強的 而且非常強 好比如像這個光寶科 現在早上殺低 他也殺低 為什麼很快就拉到掌停板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有聽到嗎 今天早上在這個各大賴群組 因為現在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資訊非常流通 就有人說今天下午要開法說 不是開法說 開財報 他說聽說下午財報數字 不錯 這個我每次聽說 但是到底好不好呢 反正現在已經收盤了 這個股價的結果就是漲停 很多人聽到這個訊息 你聽到我聽到 大家都聽到 我相信 真的很多人都聽到這訊息 所以他們都衝進去買 可能想要做個隔日衝 想要做個財報 想要催一下財報 就變成說他今天經常買進 那下禮拜一的時候就進場 就出場做一個賣出動作 可是如果 我不反對你做這個短線的價差 只是我不願意做 好但是 如果你有做這個動作 正確的做法是什麼時候 不是等到下禮拜一 看到這個財報數字出來 不是等到下午開財報 然後下禮拜一 再做一個高檔賣出動作 不是 最好的方法應該是在今天 拉上漲停之後 就做一個獲益要錢賣出動作 因為你要去想 其他的AI社會概念個股 都沒有光要漲停 為什麼只有它光要漲停 因為大家都有收到那個訊息了 所以大家都衝進去了 所有人都在期待 就是下午的財報 就算下午財報真的 非常好 反正禮拜一的時候 大家都想賣 對 所以很多想賣 禮拜一震盪很大 就會變成一窩蜂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提早就是領先這個市場的預期 好當然我們沒有做 我們只是提供給大家的參考 比如說你看這個外資 它也是一路賣 其實外資也是賣錯 在光寶科這張股票也是賣錯 但是這個市場大戶是一路買 而且你看今天市場大戶是賣非常多的 今天買的金額是43億 這個數字非常的大 全部擠在這裡了 當然整個多頭趨勢沒有改變 包含像神達 今天它也是拉尾盤 為什麼 因為看到光寶科已經漲停了 那想說這個資金又往這個地方擠 而且它是什麼 分盤 對 它在分盤 這個不計代價埋進 好 這個廣達 廣達特別強 其實廣達今天殺去 沒有殺很深 一下子就拉上平板翻紅 那尾盤也是拉高 好 包含像技嘉也是 技嘉今天也是這個 相對維持比較一個強勁的狀態 好 包含像秦城做這個機殼 機櫃的秦城 尾盤也是做一個收告動作 好 那當然我認為在AI世界的軍火之王 台灣 我們的AI Server 我們的供應鏈 佔全球的90% 所以這一個供應鏈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都是受惠者 但是你要去什麼選 你要選擇純度最高 那我的選擇是 為什麼我們選窗戶 因為它的毛利率最高 是 它的獲盡利率最高最好 那它的試占率 我認為也是全球 這個排名數一數二嘛 對不對 接下來它甚至有可能挑戰 全球龍頭的地位 所以你看到其他的這個散熱 散熱這些廠商這麼多在競爭 那你看到機殼的組裝什麼 也是這麼多場在競爭 在分同一塊肉 可是我們如果看窗戶 跟它競爭的人很少嘛 好那再來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這個大部分 不管是微軟還是Google 你在蓋這個AI的伺服器的資料中心 錢都被灰打吸走了嘛 再來就是被這個超微吸走了嘛 但是窗戶海納百川你知道嗎 這個AI純度越高 吸進能力越強 這我們強調過很多次了 所以我一直不斷強調 眼光有多遠 財富就有多大 你不用看到哪隻牆就追哪隻 這個沒有定性 要專注一致 好的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做一個參考囉 謝謝利歐老師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一樣 幫我放大這個畫面 8月搶先報 想要知道台股8月份的走勢嗎 產業還有籌碼跟最佳進場時機 都在這一份報告當中 幫我填寫底下的表單 表單只開到8月1號的晚上12點 晚上12點記住 前晚不要錯過了 好那我們股民當家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周再見 掰掰 掰掰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擇房產業 比賽週刊頻道 給您最前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週刊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 我們下周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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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周再見